在一个美丽的春天下午 画家小杨在他的画布上画着风景画 画家小杨非常喜欢画画 他画画时总是很专注 画画很有趣 时间也过得特别快 我不想称赞我自己 但是这幅画真的画得很棒 真是一幅好画 那又怎样 野狼一如往常地嫉妒小杨的天赋 画家 是吗 你连我的尾巴都不会画吧 野狼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比小杨 更好 大家会知道谁是镇上最棒的画家 那只骄傲的小杨绝对会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画家 真是幅有趣的画 大野狼 你画了什么 你画了什么 但是这看起来比较像猴子 画家小杨不在这里 我要来实现我的计划 因为你的画不够美 让我来修饰一下 让它变得更美 这是白色乌痕是怎么回事 不 我的画毁了 熊猫 连大象就要来了 当他们看到你的画 就会知道 谁是最棒的画家了 等着瞧 真的非常欢迎你们两位 我来说明一下我的画 哇 真是太棒了 那些点缀的雪花真的好美 这真是太让人感到惊奇了 你居然能在一幅画里表达出这么丰富的情感 看到你们两位这么喜欢我的画 我很开心 那些雪花是我画的 那些无知的动物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艺术 最终 最终 在城市遥远的地方 洋妈妈跟七只小羊快乐地住在森林的农场里 动物们 住在没有主人的农场里 所以 他们自己管理农场 每一年 有一只动物会被提名为主席 动物们会自己生产食物 并且和平地相处在一起 他们互相尊重 也一起做好事 互相帮忙 可以免除农场里的任何冲突 洋妈妈的工作 是收集所有动物产的牛奶 并且拿到市场去卖 得到的钱 就交给主席让农场作为使用 那一年是狗当主席 它要对农场的保全负责任 但是有时候 农场的东西会不见 大家都知道是狗的错 却没有动物敢讲什么 因为他们都怕它的叫声 跟锐利的牙齿 虽然很不情愿 动物们还是举行仪式 将管理权交接给狗 我不相信狗 它还是没有找出 最近偷鸡蛋的小偷 它根本没去找 今年会是辛苦的一年 大家都知道 狗跟住在森林的坏野狼 是好朋友 一定要好好警戒 大家都有孩子 不可能吧 它不会把我们的孩子 给野狼吧 总之 先做好预防措施 它可能不会把事情做好 可是它不会背叛我们吧 我们就等着看吧 正当农场的动物们在谈论的时候 狗则是在享受着它的新职位 开始的前几天一切都很好 动物们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所有的一切都照常运作 没有需要担心的事情 某天晚上 杨妈妈被尖叫声吵醒 她立刻到外面看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孩子们 我的宝贝 都不见了 发生什么事了 怪野狼绑架了所有的小鸡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他们跑去找狗 狗呼呼大睡 它的打呼声大到整个农场都是回音 羊妈妈敲了敲它的门 但狗还是没有醒来 我知道怎么做 听到公鸡的叫声 狗吓了一跳 头撞到狗窝的天花板 还以为是早上呢 什么 怎么了 有什么事 你到底是怎么当主席的 在你睡着打呼的时候 坏野狼绑架了我的小鸡们 大家都心冷静 小鸡们可能是去散步了 在半夜的时候吗 看来有人在帮野狼 不可能 是你自己没管好自己的孩子 孩子不见 怎么会来找我呢 你不是主席吗 我们有问题 不是应该先找你吗 全部给我回去睡觉 我们明天早上再来找小鸡们 大家都很担心地回去睡觉 最近有点诡异 一定要更小心 第二天早上 在狗的带领下 还是无法找到小鸡们 看来可怜的小鸡们 就这样消失了 农场所有的动物 都在找小鸡 一直找到傍晚 但是却什么都没有找到 母鸡难过地哭泣 不需要感到绝望 你还可以下更多的弹 听到这句话 母鸡气地冲向狗 用力啄了它好多次 痛啊 但这就是狗想要的 它把母鸡锁在鸡舍里 所有的动物因为疲惫 所以很早就睡了 等大家都睡着 等大家都睡着之后 狗 偷偷地走出狗窝 打开农场栅栏 黑暗中 怪野狼出现了 你去哪里了 我等你好几个小时了 我必须等大家都睡着 你以为在这个大农场里欺骗大家很容易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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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话短说 这一次你想要什么 我要小羊们 它们更贵哦 大野狼把所有的钱都给了狗 这样就对了 快告诉我 小羊们在哪里 野狼悄悄地来到羊妈妈跟小羊们住的地方 野狼直接进到小羊们的房间 开始把它们放到袋子里 害怕的小羊挤成一团 赵羊妈妈平常教它们的围急的时候放声尖叫 野狼吓了一跳 但还是没有放弃它的猎物 它背着装着小羊的袋子朝窗外一跳 拔腿就跑 羊妈妈被孩子的尖叫声吵醒 知道发生什么事之后 它立刻追着野狼跑 救命啊 野狼偷了我的孩子 救命啊 羊妈妈 猫咪跟公鸡一路追着野狼 没过多久 野狼消失在黑暗中 杨妈妈坐在石头上 失望地大声哭泣 她听到了孩子们的哭声 但不幸的是 无法追到它们 就在这个时候 它们听到了拍动翅膀的声音 嘿 跟着我 我可以看到它们 猫头鹰先生可以在黑暗中看到野狼 它们跟着猫头鹰到达野狼的窝 快点 我们一起攻击野狼 救孩子 不行 我们应该先定计划 在我们想办法分散野狼的注意力时 猫头鹰先生可以赶快回农场找救援 到时候 我们大家再一起攻击野狼 猫头鹰飞回农场 羊妈妈 公鸡还有猫咪 从窗户往屋内一看 发现野狼跟狗 达成交易在握手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等待救援 这个时候 小羊们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年纪比较小的小羊们都吓得哭了起来 我们应该要有计划 我们要保持冷静 噓 不要再哭了 记得妈妈教我们的吗 保持冷静 要勇敢 想一想再行动 对 就是这样 我有个好主意 听我说 小羊们默默地讨论着计划 一边笑着 讨讨论完之后 其中一只敲了敲被锁上的门 诶 快野狼 听我说 野狼靠近门 什么 小家伙们 你们想干什么 快让我们出去 我们想上厕所 厕所 哈哈哈哈 你们可以憋着 给我安静点 等我带你们 去市场卖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坏野狼随便你 我们有七只 你想想 我们会弄得多糟 坏野狼跟狗互相对看 难不成 你会害怕七个小孩 野狼打开了门 他们带着孩子们 到房子对面的树 这时候 杨妈妈看到这一幕 来吧 快解决你们的事 动作快 你们不要看着我们上厕所了 对 你们快点转过去 好了 好 动作快一点 当他们一转身 一只小羊 用力撞向野狼 另一只撞向狗 他们两个吓了一跳 其他的孩子 也开始攻击他们两个 做得太好了 各位 我们上场 猫咪从藏身的树上 一跃而下 跳传野狼 用爪子狂抓它 公鸡则是尽全力 啄狗的头 最后一集 来自杨妈妈 她用她的羊脚 把两个坏蛋 都撞倒在地上 公鸡跟杨妈妈 都很高兴 能跟自己的孩子团聚 公鸡用翅膀 帮小鸡们取暖 杨妈妈拥抱所有的孩子们 并一一亲吻他们 亲爱的孩子们 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 猫头鹰带着农场所有的动物赶到现场 他们在这里 杨妈妈告诉动物们所有的事情 大家都从中学到了教训 现在开始农场的主席要由投票选出 而不是用轮流的 同时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农场委员会 来确保主席有没有好好做事 他们决定把狗逐出农场 杨妈妈因为她的勇敢事迹被票选为主席 大家都快乐地回家 而且幸福地生活着 除了野狼跟狗之外 大家好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Kodos 并观看最受欢迎的童话卡通篇 别忘了点击铃铛 接收更新通知哦